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在我们思泉语文的课堂上 要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位 外国的伟大文学家 拉宾德拉纳特泰格尔 泰格尔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全名叫拉宾德拉纳特泰格尔 太复杂了 前面是姓后面是名字 这是个老头 怎么看就像是那个什么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那个校长师的 对不对 但是他确确实实是 泰格尔的一幅画像 那泰格尔有一个名句 叫做生如下花之灿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他的一生呢 也是像这个 他自己写的句子一样 轰轰烈烈的一生 为着自己的民族 为着其他的民族 在奋斗着用一支笔 来唤醒所有人民的爱国之心 让人们在困境当中 看到希望 那么死如秋叶之静美 在他死的时候 很安静 很平静 就好像一片落叶 在秋天悄悄的 到了地上 不被人知道一样 那当然每个人的一生 是不同的 有的人是生如下花之灿烂 死还如下花之灿烂 轰轰烈烈 你看他董神瑞 死的也像下花之灿烂 有的人是 生如秋叶之静美 死如秋叶之更静美 一辈子 一辈子极其无名的 到底是做怎么样的事情 随便你 有的人是 生如秋叶之静美 死如下花之灿烂 到底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这个东西跟修养一样 跟我们每个人心当中的 一杆秤也一样 有的人就喜欢做这种 我觉得那种更加好 无所谓 但我们今天顺带着 一边看泰格尔的人生 一边看他的文学 一边再把我们心目当中 这个小修养 再修炼一回 好 第一个部分 要看一看印度了 印度 三年级的课 有一个叫做 印度史诗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过一些 但我们今天要讲一下 不大一样的地方 首先印度是一个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能够称为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在那个年代 是大的不得了 强的不得了 文明发达的不得了 但是这四大文明古国 最后三个 全都菜掉了 只剩下一个 还是大的不得了 就是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那为什么说 其他三个菜掉了呢 因为他们的文明 在历史的长河的进程当中 被其他民族侵略 其他民族的文化 就附加到他们的身上 逼着他们的文化和文明 就中断了 但我们没有 我们面对一次一次的强暴 我们奋起反抗 使得我们中华的文明文字 一直绵延牵延到这样来 假如说那次抗战 抗日战争 我们失败了 现在就惨了 我就是个教日文的老师 那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么印度也是一样 在印度 古老的梵文已经没人学了 那他的一个官方语言是 英文 官方交流语言是英文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部分 四大文明古国 四大文明古国在曾经很强 他有过好多名字 曾经叫过天竺 叫做生竹 也叫做贤斗 直到有一个叫做唐僧的兄弟 带着徒弟西天取经回来之后 才把印度这个名字呢 带回到我们中国 一直喊到今天 印度的本身的意思 叫做美好和明亮 曾经很强大 包括今天的印度共和国 巴基斯坦 孟加拉 阿富汗南部地区 以及尼泊尔 相当于今天的三到五倍那么大 现在就菜掉了 那么一点点还很穷 很贫苦 对不对 印度的意思是美好和明亮 印度是一个宗教大国 没有哪个国家会像印度一样 同时有好多好多好多个宗教 融合在一起 互相还不打架 像我们中国宗教想来想去 一个道教 一般在山里面 马路上是看不到的 佛教 一般在郊区 有个一两个差不多了 基督教那很少见了 难得在牛街那个地方 能看到伊斯兰教 在北京能够看到 其他地方很难看到 但是在印度就不同了 宗教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宗教就是一部 侵略这个国家的历史 这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宗教呢 因为来过很多民族 来过很多民族就来来本身特别的宗教 也代表着这些民族都侵略过这个印度 侵略的印度也就是说明了 为什么四大文明五国到今天 它的文明中断了 好 第一个部分 早在印度这片大陆上生活的是一批 比较落后的原始人种 叫达罗匹族人 就在公元前2500到公元前1750多年 很原始但是过得很happy 但是呢 有一群叫做亚历安的人种 从福尔加河畔开始出发 兵分两路 一路进入巴比伦 成为古巴比伦的祖先 一路进入到了今天古印度的地方 来了之后再发现 有这么好的地方 却被一群土娃占领着 No good 那么于是就采用了各种各样 武力的征服 血腥的屠杀 来统治这一批达罗匹族人 那么亚历安人入侵了之后 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统治这些达罗匹族人呢 又如何管理自己 在这个上面建立起来新的国家呢 用了一种叫做种姓的制度 把人分成四等分 四个种类 这个四个种类又归到四个大姓里头 哇 你听说这个太棒了 整个国家才四种姓啊 这是四个大姓啊 这四个大姓 分为哪四种呢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第一个种姓叫婆罗门 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大家要明白 在讲外国文学 往往会有很多外来词语的音译 也就是说这个婆 并不是一个老女人的意思 而是一种印度语婆的发音 这婆罗门不要以为是一个 罗汉和老婆婆看着一所门啊 这个不是 这婆罗门是四大种姓当中最高的一等 这一类的人一般是负责宗教祭祀活动 神职人员 佛教里面的神职人员叫和尚 道教里面的神职人员叫道士 那么婆罗门也就是婆罗门教里面的神职人员 最高一等 无与伦比 再往下叫 撒地利 撒地利是国王和大将军 要比婆罗门低一等 大家也都不理解了 因为我们中国跟外国很不一样 在外国永远都是神职人员高一等 因为我跟神最接近 国王和军队是凡人 你自然比我低 可是我们从古道经 帝王皇帝 他本身宣扬自己是什么呢 I am天子啊 我就是上天的儿子 我又是神 又是人 我来管理大家 所以在我们国家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皇帝就是最高一等 没有哪个和尚能骑到皇帝头上来的 对不对 接下来叫废舍 简称有钱人 但是并不当官 是个富翁地主之类 最后一个叫守陀罗 守陀罗也是英语 不要以为拿什么陀罗小玩意 表安一下这个 守陀罗是奴隶 奴隶在这个国家里面完全没有地位 这四大种性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 不可以互相交朋友和通婚 就通婚 尤其是守陀罗 守陀罗要你死就死 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它是绝对没有怨言的 那佛罗门教当中 也就出现了最早的印度文学 叫废陀文学 是由梵文来写成的 废陀文学 分四类 分别是诵诗 歌曲 经文 和巫术 它是绝对不会在其他几个种性当中流传的 只在婆罗门当中流传 为什么呢 控制了文化 就控制了你整个人 我们常说把一个小孩子带在身边 你不让他接触任何东西 只有你教他 你就告诉他 乌鸦是白的 他相信 因为他也没见过 你就告诉他 木头桌子是可以吃的 他相信 他也会吃 对不对 但是呢 这就是文化控制所有人的一个力量 当时的所有的文化 全都集住在婆罗门的身上 婆罗门 撒地利 废舍和守陀罗 那么我们来看 最高一等和最低一等在这个地方 请问大家 如果婆罗门和一个守陀罗两个人结了婚 剩下来的孩子 他的地位会比较高 还是比较低呢 比较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俩互换作为惩罚 非常好 最低的一等 最最低的一等 叫做吉陀罗 这吉陀罗只能做两个工作 第一是搬尸体 第二个就是杀猪宰羊 因为杀猪宰羊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是不可以轮回的 是永远也没有下一辈子的 最坏的两个工作 是由这样的一个吉陀罗来完成的 四大种性 亚利安入侵之后 也就在当地产生了第一个宗教 是婆罗门教 这个教有等级 制度还很严 今天还有 只不过延伸下去了 变成了叫做印度教 在印度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都是印度教的教徒 那印度教跟我们所知道的 那种道教佛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让我告诉大家 最最最最 有特点的一招 叫做苦行 什么叫做苦行啊 印度教里面特别奉行苦行 因为它跟我们佛教有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佛教主张在这辈子里面吃素 做好事 行善 积德 修行 下辈子轮回能做 好人 什么好人 能做幸福的人 能跟神到一块去 对不对 这叫积德 行善 修缘 但是印度教是不一样的 印度教是要有六道轮回 也就是说要做六辈子 积德 行善 修缘 你才能跟神在一块 这太不靠谱了 我这辈子还没活完 看六辈子以后 我还不知道下一辈子到底是猪猪还是狗狗呢 对不对 那怎么样才能够有一条快速的通道走后门呢 于是 印度教推出了一种叫做苦行 用吃苦修行 这辈子我就吃苦修行 下辈子直接跟神在一块 那怎么样的吃苦修行法呢 吃苦修行法有很多很多种方式的 有一种 比如说在池子底里面念经 看你能憋多长时间 有一种就是饿肚子 一个月的时间只吃那么一点点的东西 有的时候在雪地里面什么也不穿念经 有的你看像这个个个一样 倒挂在树上 思考 穿的鞋子是这种钉鞋 有的是拿火来烧各种各样的方式 哇在深山里面 反正怎么吃苦怎么来 前提是不要把自己搞死 这种方式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你没试过你也不知道 但据说通过吃苦能让一个人的精神意志 达到很高很高的境界 每年都有几千人会加入到苦行的行列当中来 这些印度教的人 有一些是国家很高层的领导人物 有一些是超级大富翁 有一些是很有名气的艺术家 一到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人生走到了这一步了 印度教的人生分为好几步 第一步的人生是学习阶段 第二步的阶段是娶妻生子阶段 第三步的阶段就是真真正正正正正 要让你走到苦行的一个阶段了 第四目跟神在一块嘛 对不对 然后呢就开始 他们一旦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不管自己家里有什么人啊 舍不得啊 一律留下一封信 我走了 就出去苦行了 这个叫苦行 对不对 强大的印度 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 它常常闭关自首 不跟外界交流 这就使得它内部啊 又再加上种性制度产生了矛盾 使得它的生产力以及文明发展得很慢 人家已经很强了 但它发展得很慢 于是有一个人蠢蠢欲动 一会儿功夫波斯人来了 一会儿功夫啊 希腊人来了 本来都是哇 那么强大 试试看 一打 哎呀 看起来很虎 原来是个二百五 对不对 波斯人一来就占领了 于是波斯的文化取而代之 一会儿功夫 希腊人来了 把波斯人赶走 希腊的文化又取而代之 一直要到很久很久以后 才恢复了本土人对自己印度的统治 因为出现了一个地位地位特别低的吉陀罗 这个吉陀罗是谁跟谁剩下的 就婆罗门和守陀罗两个人剩下的吉陀罗 这个吉陀罗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 手握重兵 带着人家起义 打退了那个时候的希腊侵略者 建立了再次统一的印度王国 那个时候的王国 他们的一个标志是一个孔雀 那个王朝叫做孔雀王朝 这个奴隶吉陀罗呢 也是孔雀王朝第一代的皇帝 第一代的皇帝 那第一代的皇帝之后 死了 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儿子也很猛 第二代孔雀王又把国土往四面扩张的很厉害 但是这个儿子一不小心 在临死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公布 由谁来继承自己的宝座 一下子就惹得自己一百个孩子 产生了争夺王位的大战 一百个孩子当中有一位啊 叫做阿玉王的 阿玉王的意思是无忧无虑 但这个哥们狠狠 他把自己九十九个兄弟姐妹全部干掉了 用了一年的时间 最后登上了第三代孔雀王的宝座 登上孔雀王宝座 所以对自己兄弟姐妹狠狠的 对老百姓更狠了 对不对 征战 征战 对其他国家 征战 征战 再次把自己父亲留下的国家 又扩得很大 最大的一场战役呢 攻打杰林家国 杰林家国也是很强 是一个他特别厉害的对手啊 除了有普通的士兵骑兵之外 他还有战象兵 战象在那个年代相当于今天的坦克了 你试试看跟大象 你砍他两刀他没什么 别 别 跟大象兵 人在那个上面 指挥着大象 用弓箭射射的准还没事 射不准就踩成肉饼了 阿渔王带着自己的军队 经过一番征战下来 把杰林家国征服了 杀死十万人 把十五万人带回本土当奴隶 当时他特别骄傲 就在回国的时候 沿途一件事情震惊了他 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看到沿途的尸体堆得跟山一样高 全部都是发臭的尸体 母亲和恒河里面 都像血水一样在流淌 看了一眼 这是咱们干的 吃啊 就是以下的命令啊 当时他就被震动了 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发动对外的战争 叫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于是他就加入了佛教 佛教呢 就在印度教 整整好几百年之后 才会诞生 加入了佛教之后 他就把佛祖这种众生平等 互相关爱的教义 在山上 在石头的柱子上 刻了一个变 不仅如此 他要让这种美好的教的意义啊 传遍全世界各地 他就把如来佛祖的那个骨头给拆了 得到高僧死了之后 烧下来的那些部分 烧不化的骨头 叫做舍利子 相传是佛教里面最高级的法器 他把那个骨头给拆了之后呢 派自己的弟子送到全世界各地 顺便把佛教的教义也带到全世界各地去 当时是唐朝 那送到了什么地方呢 送到了今天中国的杭州 建立了阿玉王的一座寺庙 那个是一个手指 小手指的骨头 在那个地方 印度的国旗就这样的 中间就是阿玉王齿轮 阿玉王齿轮一共有24个小条 象征着一天24小时 有我阿玉王推着印度 不断地向前进 没推多久 孔缺王朝就被人干掉了 刚才讲到佛教这么牛 佛教起源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知道佛教的创始人是谁啊 创始人就是如来佛 但在成佛之前 他是一个王子 他是印度一个国家的王子 叫做乔达摩西达多 本来好好的 如果按照这个方式发展下去 他一辈子都是个撒地利 他顶多成为一个伟大的王子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突然间会成为了 那个什么如来佛祖 跟我们头上很多螺丝钉的那个 对不对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在他20岁那年 在城里面旅游的时候 突然之间碰到了四个人 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命运 驾着马车 现在东门 这个时候碰到了什么呢 碰到了一个老人 老人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走路都走不动了 弯着腰 很难受 心里面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人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老呢 这么辛苦 难受难受 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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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不好 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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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换到北门 北门看到的是一个出家人 出家人不代表和尚 出家人只不过是没有家四处修行的行僧 那碰到了这个修行的人 修行人你看王子殿下吗 是的 你怎么愁眉不展呢 这国家多好 你又是高高在上的王子 为什么不开心呢 老人病人谁都顾的 怎么样才能够永远不老 永远不死永远不病呢 出家人说了一句话 这个问题要你自己解答 哦 怎么解答 像我一样出家 回过头去就跟自己爸爸讲 他爸叫敬饭王 老爸我要出家 哦 好好的有王子这份工作不干 要干出家 要出去当乞丐 有病啊 我要出家 两个人僵持不下 最后决定要走 他父亲说 你能够说服我你就走 他说行啊 你能够满足我几个愿望 你也可以走 哎呀我身为敬饭王 印度的这个王很多 就就 名字就就很就很朴实 那敬饭王 要满足到什么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你能不能保证 人永远不会不开心 能不能保证 人不会在 经历 生老病死的痛苦 你能不能保证 万物啊 不损 也不会灭亡 儿子你还是走吧 于是这个 乔达摩西达多 就离开了家 去修行去了 一开始去修行 他选择的是 婆罗门教的苦行 整整好多年时间 在深山里面 吃最少的食物 不穿衣服 穿那个破树叶 但是一无所获 身子也搞垮了 他觉得这个方法 No good No good 怎么办呢 在恒河里面洗干净之后 走着走着 就来到了两棵 沙罗双树之下 菩提树 坐下来就开始思考 思考了整整七天之后 眼睛就叮 开始发光 这个思考结束了 这个叫顿悟 顿悟就是 突然之间 什么都明白了 接着就缓缓升天 而且先走了七步 每走一步 脚下长出一朵 莲花 一世就成了 这个如来佛祖了 好 再往下走了 太基林 太基林又过了很多年之后 蒙古人又来了 蹦蹦 蹦蹦 一下子就把这个印度 take了下来 那蒙古人就成了 这一片大陆主要的领导者 那蒙古人来了之后 就带来了另外一种宗教 叫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拜的是真神阿拉 不吃猪肉 对不对 在伊斯兰教当中 不仅不吃猪肉 而且不吃不干净的肉 血是坚决不能吃的 什么叫做清蒸 我们经常看清蒸食品 清蒸四 什么叫清蒸呢 杀一个东西 顶多只能出三刀 不能超过三刀 最后一刀一定要在脖子之上 把血放空才可以 每一刀都要祷告 这就行清蒸食品 那在伊斯兰的宗教里面 它的一个建筑 一般来说都是像这个样子 最著名的太极林 也是脱离不了清蒸的一个结构 一个大圆顶 叫两个小圆顶 对不对 那在清蒸的里面呢 他们的一种说法 叫做穆斯林 穆斯林是对伊斯兰教 教重的一个称呼 在他们的习俗当中 男子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可以一夫多妻 女子的地位是相当低的 既是妻子又是仆人 既是妻子又是仆人 并且在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要把脸全部蒙上 只留下一个眼睛 不能够让任何人看见你 除了你的亲生父母和丈夫 能够碰你之外 任何人不可以碰 否则这个女的要被拉出去烧死 其实相当 那个国家的人呢 很多都很富有 但是嫁给了他之后 往往你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自由可怜的 我就亲眼见到过丈夫 就坐在两个人一言不发 那对方的一个妻子啊 她是中国人 但是嫁给他只有守他们的规矩 拿那个头巾啊 什么都捂着脸 是不能够跟任何人说话的 那小动物 当然小动物一样 他吃饭是这样 那帘子先到这儿 往里头送的 太不方便了 今天的第一堂课的时间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